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少人都选择加入了合作社抱团闯市场 那么加入粮食合作社就真的能够让好粮卖好家吗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点击发现摇一摇摇TV就可以获得惊喜福利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记者在黑龙江进行的调查 这个米苏应该怎么去卖呢 销到省里的哈尔滨或者是说南方地区 所以吧大家伙吧到这我们就去探讨探讨 我不咋同意 如果除去销的话就是说费用是非常大的 是不是咱们股东挣的钱可能利润就小了 看看咱们卖不着卖不着就行 原来这是庆安万达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关于今年怎么推销大米正在进行一场争论会 陈雷是合作社负责人 2013年从深圳返乡成立了现在的合作社 因为之前在南方工作的基础 他想去南方销售大米 但社员觉得路途远花费大不同意 还有的社员认为寒地黑土能够种出好水稻 可是没有好的销路就卖不上好价格 争论的核心只有一个 那这大米到底该怎么卖呢 最后社员们统一意见 打算第二天去省城哈尔滨碰碰运气 正聊得起劲 这时候有人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原来本村的孙宇龙打听了水稻市场价格后 觉得不理想过来找陈雷 看看陈雷能不能给出个高点的价格 就这个 OK 你快 能搬走吗 哎呦 它挺沉 杂质多不多 头也挺干的 哎呀 现在来讲 几个水 十五到十六个水 是怎么样 这个质量 质量是可以的 因为国家这个仓鼠的标准 它这个水已经打到了 那给多少钱这个 你现在着不着急用钱 钱不着急用 钱不着急啊 钱要不着急用的话 你就等两天 现在市场价格大概一块四毛二左右这样的 如果咱们加工成成品米的话 我们能卖到两块五以上 将近三块钱 按照现在的市场收购价 美金是一块四毛钱 四万金米能卖五万多块钱 如果直接加工成大米销售 美金可以卖到两块五毛钱到三块钱左右 按照能出两万五千金米来算 能卖七万块钱左右 去掉加工成本 比直接卖原粮多收益一万多块钱 以前让你加你没加什么 没加 现在加也没有用 今天看合作社卖的价就高啊 咱们自己卖两卖那么高价格 在水稻销售期 一直以来 农户大都是直接卖原粮 即使遇上水稻涨是不错的年头 农户仍要面临卖不出去 或者卖不上价的惆怅 农户渴望的是种出好水稻 能换来合理的价格 而对于接触市场观念 更快的合作社来说 便于打开销路 农户渐渐转变了 以前卖粮的观念 老百姓门路少得这么说 靠着他们的力量去谈 跟上家去谈 好你种出来了 没人不知道你种上 你带有了不同数没放过来 没找人 就这个意思 你说一斤差五分 那一万斤得差多少钱呢 相差距离的不是小数目的 大部分合作社还仅限于种植核 种植业这一块 很难从加工销售这块获得利润 通过一二三产的高度融合 来使合作社逐渐的壮大 返乡创业的陈雷 就是看到农户跟市场 对接能力弱这一点 陈雷说 以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 身边的朋友更多的 是跟他提到五常稻花香大米 尽管庆安是国家A级 优质水稻产区 但他深知 如果没有品牌 没有市场 好大米就卖不上好价格 去年陈雷成立了自己的大米品牌 合作社自产自销 这也就是为什么 陈雷让孙宇龙等等 把水稻加工成大米再销售 为了以后大米好销售 今年他想改变大米的外包装 这不上午他就跟社员代表王力学 要找经常合作的米厂负责人谈一谈 咱们想上一个真空包装 你看看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们现在得看你真空包装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量度有多大 价格也就八九万块钱 八九万块钱 对 八九万块钱 你看你自己能不能自己先上 我自己上 这个东西你要不说我自己上 咱们合作 这边跟米厂谈完合作 陈雷又赶紧找人加工了一些样品 准备趁晚上的时间包装好样品 第二天带去哈尔滨 比如你看这样 把我们给它抄这头 这个有这条的这个 第二这个抄里 对 那准备拿多少过去啊 明天准备拿一两百斤尝试一下 你们有信心啊 有信心 王老师有信心吗 有信心 加入合作社之前 王力学是一名乡尊老师 虽然现在是合作社里的社员代表 但是社员还是习惯喊他王老师 第二天 陈雷和王老师一起出发去省城哈尔滨 哈尔滨之行会顺利吗 他们的第一站是一家绿色食品超市 那运气会怎么样呢 主要得把咱那个东西啊 给您介绍清楚说明白了 哎你好 哎我是那个曲总介绍过来的 是啊 他们电视台的 一家十斤的 哦十斤的啊真空包装的啊 我们也是做那个大米的 我的包装非常喜兴 对对对对 但是我没关系有这种影响 然后 现在这个包装已经就是非常不一样 太多了是吗 对啊 我们都不到那个盗花香刺 就是台子好像那种盗花香刺 现在大米 最近这个知名度跟五常是差不多的 零售的话我们现在零售价格 这一盒是三十块钱 两斤 对对对对对 全都没做 资质啥各方面都有 全都有全都有对对对 因为咋的这个东西吧 我们得 我们先不用计 先只能带卖 哦那没问题 可以这样 全都可以这样 可以让消费者认不认 可以 还可以 行那好谢谢你啊 半早啊 你能看得出来啊 他们就是为了刚开始拓展自己的市场 把那个利润全都让你给消费者 刚才去这店感觉怎么样 这店是挺好 我心里我认为能卖出去 能把他们的产品推销出去 我还有信心 有信心了 确实有信心 有了不错的开头 两人很开心 陈磊想起之前 曾经联系过一家火锅店 店里经常会做些农客产品促销 于是他想去那里再看看情况 哎呀没人呢 好像人没在呀 刚才说他在这等你吗 他说他在外面呢 我会赶在路上 我给张总打电话 行行行 他说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 咱就不等他了 咱进去下一站吧 因为咱下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我留一种一盒样品给张总 然后到时跟他电话沟通 电话联系 谢谢啊 谢谢啊 一天下来 谭城出雾异象的游三家 两人觉得这一趟没白来 但是一天跑下来 他们觉得有些地方 还需要再改进 只要保证的情况下改善一下 我是拿不太方便 在这个礼品盒里呢 好好做精致一点 比如说五斤的或者十斤的这种的 塑料袋的提起来比较方便一点的 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 祝你们顺利啊 谢谢 像陈利这样的合作社呢 通过自产自销 虽然呢会带来更多的效益 但是在市场开拓出去呢 会面临很多困难 那是不是有一种模式 农户既可以面向市场 又可以卖个高价 我现在呢 是在黑龙江省的保清县 作为黑龙江省重要的主粮产区呢 这里的农户是怎么卖粮的呢 你好 你好老乡 你好 过来问你一下 家里粮卖了吗 家里现在还没有呢 等公司收 进屋做了 出屋里做 这里面烧热气了吗 做做做做 土炕 土炕土炕 还是温和的 温和 来吧感受一下这个大东北的暖炕 今天天一了 现在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产出的粮 就不用像去咱们找 自己去找商贩的卖 那么公司直接就过来就收了 于彩所说的公司 就是跟合作社合作的企业 于彩改变了卖原粮给收购商 而是直接卖给当地的这家水稻加工企业 后期还可以参与卖大米的利润分成 长粒的 长粒水稻 你看现在是上的相当成了 春天呢 合作社跟公司定的是两块钱一 这么算一下的吧 一赏地大约在三万三十千块钱 就是咱们的正常的卖给那个粮库的水稻呢 它俩得差到六七千块钱 生产农民 它的份量是百分之四十 合作是百分之二十 公司百分之四十 不管是自产自销 还是合作社依靠企业 靠农户自身创市场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优质如何做到优价呢 外面的市场 有公司才能去找 我们农民找不到市场 也是迷茫 所以农民找核设 核设找公司 三方才能把这些产品做出去 农户之前它没有这个销取 它种出来的大米 它只能卖原粮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市场渠道 我们现在线上啊 线中啊 线下啊 都有自己的一些销售渠道 处在三江平原腹地的宝青县 是寒地黑土的中心地带 土壤中自然寒稀 合作社按照统一标准化种植 农户种出富寒稀的水稻 而企业有了优质的稻米资源 正所谓种得好 倒比卖得好 市场供需调整 卖大米也越来越适应 消费市场的需求 产品精分 品种多元化 对于米这块吧 人都需要吃健康米 吃营养米 所以我们生产这个 复习大米 临组政策取消以后 农民走市场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扶持这种农头企业 用这些企业来带动我们农民 这核实事 很多的合作社 把这个品牌化理解为呢 这个注册一个商标啊 把这几个名字啊 那么实际上呢 不是这么简单 按照这个19大这个报告精神呢 要来勾进了新的农牙体系 那么他打一个呢 这个整体的一个区域性的品牌 对于一般的这个小 合作社来说 好比说合作社 搞了这个123产业融合 在这个种优质到股的时候 来把游客呢 吸引进来 那么让这个游客呢 看得到这少实话 不要不打浪药 那么这个呢 应该来说呢 也是能够 那实行优质于家 也能让实行 比较高的这种增加期 我们采访的时候 发现在有些地方 种出了优质的水稻 因为没有品牌 或者品牌市场化程度不高 并没有卖上好的价格 那如何种得好 更要卖得好 显得尤为重要 少卖水稻 多卖大米 最大限度卖给市场 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黑龙江城通过合作社联社 设计联合等不同的销售模式 走品牌化 特色化 让农户的大米 能够卖到优质优价 以梁头石尾 农头工尾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让沉甸甸的倒碎 变成社员口袋里 实实在在的钱 粮食市场像大海一样广阔无边 农民不容易看清市场的风向 一些人就自己想办法直销粮食 但是直销的成本高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利用合作社等互助组织 就地实现生产 加工销售的产业融合 把市场和地头连起来 在地头就能侦查到一些市场风向 如果这些小产业链 还能够与国储粮系统 和大数据等资源紧密结合在一起 事先预报风向的能力 就会更灵敏 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术 创业创新博览会闭幕 集中展示了双新数据最新成果 您正厉害在靠天吃饭吗 您知道农业大数据有多厉害吗 记者带您看看农业大数据的应用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欢迎回来 首届全国新农民新技术 创业创新博览会 经过四天的交流展示 于11月12号 在江苏苏州落下帷幕 这次博览会深入展示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农村创业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农业部副部长屈东玉 在首届全国双新双创博览会总结大会上表示 本次博览会提到了展示产业前景 挖掘产业潜力 洞察产业战略 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据初步统计 本次博览会参展企业达到1038个 共吸引5到6万人次参观 签约和意向合同金额超过350亿元 博览会期间 一大批互联网加现代农业的新技术引人注目 生动展示了农业物联网 农业电子商务 信息服务 农业农村大数据等方面的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 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化 下一步最大的空间在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对信息服务存在巨大的需求 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农村信息化 这个对称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新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新双创博览会 问问咱农民朋友 您知道如何科学种地增加产量吗 您知道怎样才能把规模化的土地种得更好吗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农业当中的大数据 是如何帮农民解决这些问题的 以前总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使得种植过程更加科学 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让农民不再单纯地靠天吃饭 在本次的双新双创博览会上 记者就看到了大数据在农业的广泛应用 这是我们中化的智慧农业平台 这个系统是主要服务于我们的种植库 进行农场管理 从这个界面上 我们能够看到地块的信息 它的流转的土地都分布在哪里 这黄的都是我的地 对 不仅如此 这个智能平台上还包含了整地 播种灌溉 施肥等农市的各个环节 到了特定的时间 用户就会收到提示 说某块地该干什么了 红的绿的就是整个生长过程中 您能看到 对于它这个地块上的作物 生长的较好 正常 还是较差 尤其是当规模化了之后 这种监测就非常有价值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现代农业的技术 把规模的土地种好 把这个农场能够运营好 而这样一个智能服务平台 是以海量的数据为基础的 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对数据分析与整理 从而提炼出对农民有价值的信息 以便更好地指导农民如何种好地 第一个 怎么能够把土地十度的集约化 第二个 在十度集约化的基础上 怎么能够用现代农业的技术 把土地种好 产生效应 记者在博览会上还看到一个航天主题的展馆 这里面到底展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参加双创展 实际上就是为了向大家展示 如何用最不接地气的航天技术 去服务最接地气的农业领域 把山东省寿光市的大棚都做了一下点算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算法做了一个可视化 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政府管理机构 去发放补贴 除了发放补贴之外 精准的大数据也有利于农业保险赔付的准确性 之前我们保了 但是出了险之后 我们一到地里面就完全不知道谁是谁的地 可能来说就会出现一些错赔 标的可以搞明白了 就是谁是谁的地 大概还有几块地在什么位置 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地去看见 同样是大数据 每个人对于大数据的理解不一样 对于大数据的应用也不一样 在博览会上 记者认识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小伙子 他叫杨润博 虽然刚刚创业才六个月 但帮农民可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之前他就曾挽救过120亩 种植了72天却濒临绝产的玉米 当时玉米在72天的时候应该跟我一样高 差不多 之后只长到了我的膝盖 我们就是给他处理一套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比如在施肥的时候 我们说您在某一天的时候 您需要增加 举个例子 收个一安 最后他做到了1300斤每亩的量 杨润博说 他们给农民服务全部是免费的 与其他实力雄厚的大数据公司相比 杨润博的优势和侧重点在于 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决策 我们收集采大数据的公司已经很多了 而且他们更有实力更有资金的雄厚 他们有很多硬件设备 然后我们就是来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合作 然后把这个事情能更快地帮助中国的大数据技术落地 然后能够迅速地发展推广起来 现在正是齐城大量上市的季节 在湖北赤壁种植户潘大阳的果园里面 一百多亩齐城喜获丰收 可是这销路却不好找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三面环湖 风景甚好 然而就是在这座美丽小岛上种植的齐城 丰收年却遭遇了销售难的瓶颈 齐城种植户潘大哥说 这一片一百多亩的橙子树全是他种植的 你看那个表面很高发 没有什么畸形 就是我们市里都是人家会 可是潘大哥怎么也没料到 果园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带来了一些困惑 交通不便利成了这里种植户的最大困扰 我们离城坡软一点 我们走去小的时候有很麻烦的 这个绳子我们走小了 如果说是那里软在里我们很焦急的 优质的齐城种在了美丽的小岛上 因为绕山路近来有一点困难 所以没有人上门来收购 潘大哥说如果有人大量采购 他们会想办法把橙子运出去 当然了他也欢迎各方客商 去他那采摘饭运 价格优惠 如果电视机箱您感兴趣 想要购买齐城 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帮忙这些种植户 早点把这些丰收的齐城给卖出去 尽量减少损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查清动多的节目信息 了解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任务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